第一條我們想要聊的是 李克強到了前國務院總理 相信大家在上個禮拜 聽到這個消息都覺得非常震驚 但現在有越來越多陰謀論流出了 我們說的是大紀元時報的報導 他們說中共的黨內鬥爭 恐怕就是李克強的死亡誘因 因為傳出李克強在他生前 在死前的最後幾個月 是被軟禁在上海 尤其他住進了江澤民的養老地方 才第二天就出現了心臟走勢的消息 所以種種的留言現在不斷的被傳出來 而香港開放雜誌的主編叫做金鐘 他就說其實在20大的後期 似乎習李兩個人就開始出現了嫌隙 因為在當時就有流出所謂的 習下禮上這樣的留言 也後來衍生出習李兩個人鬥爭 不過這對BBC是怎麼樣來形容李克強 當然很多的大陸民眾說 他是一個人民的好總理 但是以BBC的觀察是說 第一個他是個聰明的實用主義者 而且有什麼說什麼 是一個實話實說的人 也不太關注意識形態 所以可能忽略了鬥爭這方面的 其他的傳言還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自由派前的二號人物 也是推動地攤經濟復甦的重要的推手 當然李克強的經濟學 還是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相信大家在上禮拜 聽到這個消息 也都覺得非常震撼 享受68歲 他也成為過去70年來 最短命的中國國家領導人 週五上午8點 大陸官媒央視這條不到100字的簡短新聞 震撼了各界 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同志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因突發心臟病 經全力搶救無效 於10月27日零時時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歲 復告後發 由於中國大陸領導人 不論是在任或者退休之後 都享有比一般人高出許多的醫療照顧 與安全維護 包括身邊24小時都有醫護和警衛待命 日常飲食更全都有特殊管道供應 確保食材安全 因此從1949年上台的周恩來開始 到華國鋒 趙紫陽 李鵬 朱鎔基 與溫家寶 歷屆退休總理都是高齡 承受假霸離 連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 被批鬥關押致死的 中國第二任主席劉少奇 也活到71歲 李克強卻在68歲這年 驟然離世 引發外界諸多討論與揣測 我說挺驚訝 李克強這幾年 挺好 尤其李克強 今年8月30日 曾親身走訪敦煌墨高窟 這離世前 最後一次公開活動的身影 看起來精神異異 無法想像 兩個月後 竟刻然嘗試 曾在去年 中共前領導人 江澤民去世時 獲得高度關注 充滿對習近平 隱喻異味的歌曲 也再次被網友翻出來 而大陸網路則 火速關閉 多數新聞網頁的討論區 並且刪除 哀悼之外的所有留言 嚴控輿論 日本之外 包括印尼總統 佐科威 巴基斯坦總統 以及美國駐中國大使 伯恩斯等諸多國際政要 都透過社交網站 發文致哀 澳洲前總理 陸克文與騰伯爾 也PO出過去 與李克強的合照 表達悼念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2013年 從前任溫家寶手中 接過總理職務 開啟了當時被外界稱為 習李體制的新時代 擁有經濟博士的李克強上任後 有意發揮專家治國的優勢 推動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 經濟政策 致力於去槓桿化 並開展結構性改革 試圖讓中國GDP成長率 重新占回兩位數 而這些經濟政策 被外界稱為克強經濟學 但同長大位的習近平 卻以達虎掃灘之名 去除異己 並且新成立多個最高領導小組 擔任組長或主任 震驚全力一把抓 李克強的總理地位相對被架空 連一手推動的地攤經濟 都在推出後不久 遭北上廣深等一些城市 和官方喉舌抵制 當前地攤經濟 在一些地方熱鬧起來 這固然有其生存發展的價值 但是這並不是包治百病的 林丹妙藥 一旦脫離實際 一混而起 盲目跟風 就會適得其反 蠶食來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再加上疫情與清零政策的嚴格執行 讓曾經冒出頭的地攤經濟 戛然而止 直到近期 中國經濟在疫情結束後 仍持續疲軟 當局才有舊瓶裝新酒 改用夜經濟 來鼓勵民眾擺攤 儘管在高層政治鬥爭中失事 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最弱勢總理 但李克強不少公開發言 被民眾認為說到心坎裡 包括直白點出全中國四成以上人口 每個月收入遠低於平均 他在今年三月兩會上 卸除所有職務裸退時 與同仁的告別演說中 特別提到人在幹 天在看 蒼天有眼 被外界認為意有所指 李克強任內曾經多次下鄉 毫無價值地與民眾互動 連2020年春節疫情剛爆發之際 李克強也曾親自到武漢的醫院 視察向醫護打氣 武漢加油 武漢加油 這些實際行動 讓李克強受到民眾愛戴 聲望之高甚至令習近平 感到盲似在背 今年三月 李克強在兩會發表 任內最後一次工作報告 獲得的掌聲長達20秒 為全場之最 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 還有一些意見和建議 應與重視 隨著李克強病逝 習近平第三屆任期 反覆上演著高官莫名消失 撤職拔官 甚至驟然離世 似乎也側面反映出 在習近平大權獨卧的情況下 政治的穩定與人事去留 只在一面之間 PVPS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線上已經有非常多的網友 跟我們打招呼了 像是Lukas 菲文安 還有威廉謝 現在都在線上 都是老朋友 那老朋友就知道 我們接下來單位人叫做 中國觀察 China觀察了 今天加入我們的是資深記者 運文 哈囉 志祺好 大家好 對 差點就叫錯了 老朋友還叫錯 是我不該 不過我剛剛的新聞覺得很有趣 可惜不時你 不好意思 我們要唱下去嗎 我相信你在今天應該沒有辦法陪我到最後 對對對 沒有沒有 我們只有前面的時間邀請運文播控來跟我們解析中國道的最新情勢 唱個歌嗨我覺得好熱喔 我的歌頭沒有很好 真是尷尬 不過沒關係 我先想要先請教 說實話 我們每次看到這種比較敏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中國大陸都會以圖欲情 然後藏些背後的含義 或者是現在就是網路封點 可惜不是你這首歌喔 是不是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整個社會的輿論的管控是非常嚴格的狀況之下 所以很多人想要表達他們的真心話或不滿的時候 會是比較有創意的比較隱晦的方式來表達 就很多非常隱晦的嫌疑梗來避開他們的言論審查 對 其實就是這種轉個彎 然後大方說意味深長的不論是圖片或是歌曲 當然會創造一種新的網路風潮 不過這種東西在中國大陸你還是不能端到檯面上講 包括這一次李克強的奏勢 是不是其實很多人想要紀念他 但反而只能暗地的偷偷來呢 應該是說比較自發 想要不要去大張旗鼓說我去悼念李克強或是發文 說李克強總理等等之類的發文 我們居然看到是李克強他在上週五的時候 是10月27號病逝 而他病逝之後這三四天就很多的民眾 去自發的去獻花悼念 尤其是在他的故居這地方 就是位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安徽合肥 他的故居這邊是圍滿超多的花束 整個包圍他的故居 這花還非常的壯觀 而且不只是安徽合肥 就是他的老家在這個安徽的除州 是個鄉下地方 有很多的民眾去自發的悼念 除此之外是他曾經執政過的地方 叫做這個是河南鄭州 有很多人去圍在一起 獻花致意跟呼喊他的一些名字等等的 其實看得出來這些人對他是蠻有感情的 為什麼 因為有分析認為說 因為李克強他是比較心細於 這底層的藍領階級的 他曾經公開的講過 有6億人的月收是可能不到1000人民幣 所以打中很多人內心 當然是戳破習的這個脫貧的 這樣成績的假象的 所以我們居然看到是說 其實現在就是他的整個就是 悼念儀式之下 其實他其實算是自發性 但是也還蠻隱晦 蠻低調的 我們居然看到是為什麼 因為有傳出到說 就網路上傳出是有很多大學 是有發通告是要求說 禁止你一切的任何的 集合性的線上或線下的 都不可以集合在一起悼念李克強 好 為什麼 因為外媒點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 就是曾經在1989年4月的時候 這個中共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病逝 引發成千上萬大學生 聚在天安門廣場那邊悼念他 然後之後持續到的是6月4號 六四被鎮壓 所以是很重大的歷史的過去的事情 所以現在中共北京當局就很擔心說 現在對李克強的悼念會不會引發出更多的 可能政治的一些影響力 是他們非常防範的現狀 那除此之外就來看到是他們目前呢 也對於說對一些網路上的短影片內容 有相關的管制管控跟相關的點閱的 這樣子的流量也是有管控的 以及呢就是對於說 現在的媒體他們中國的媒體呢 通通只報導一張是官方的複告 就沒有別的任何報導 是非常的非常的低調的情形 那我們看到是港媒有透露到說 這個李克強之後的相關的喪葬儀式 他的遺停到北京之後呢 預計在本週五就是11月3號的前後 應該會火化之後呢 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之後呢 會以這個鄭國籍的規格舉行 這個送點儀式算是最高規格了 所以屆時中共的就是高層核心 這個政治局常委們都會出席 也包含的是習近平本人會出席 那他是否會有相關的道念文 也是引發各界的關注 只不過現在在這個比較政治敏感的時期呢 就是未來李克強的葬禮會 會如何舉行是大家蠻關注的網號題 一名八旬老翁在祭奠李克強的現場 追思卡片 有人寫下 人在座天在看 終究會滾蛋 集權獨裁必將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同時不只在鄭州 在成都 以及福州的公園都有成堆的道念花束 但是根據留言 當晚就被警察收走了 而目前在振套花海還沒被撤掉 但周遭卻臨時安裝了多支監視器 疑似專門監控追到的民眾 另外 校園方面 香港大學跟南京大學 都有學生獻花跟點蠟燭 因此讓官方繃緊神經 根據海外社群S平台 上海的交通大學等委辦公室要求 做好近期的校園維穩 堅決不允許任何線上線下的不當言論 密切留意校園內任何聚集性的悼念活動 山東某大學同樣禁止 而山西某學生更說 這是敏感的政治時期 甚至傳出有人預約參觀天安門被約談 建議最好不要去 而根據BBC指出 北京當局對於將舉行的李克強官方儀式 預計非常謹慎 以免稍為不慎引發過多同情 與當前政府的路線相衝突 TVB新聞綜合報導 沒有錯 就是擔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們現在有非常的網友 像是EcupBigCat就說 跟韻文打招呼 嗨 安安 你好 EcupBigCat也是我們 國際後援會會長的好朋友 透過一遍 來一起參與我們直播 但是大陸話題 其實我想要再討論另外一個就是香山會談 過去我們想說都是國防部長主持 現在李尚福被解職了 這個會議又該怎麼辦 要怎麼舉行呢 好 我們就來看到是目前北京正在舉行這個香山論壇 他的這個主題是叫做共同安全跟持久和平 那是疫情之後近四年來第一次的首度的實體論壇 但是按照慣例是由中國防長要來主持演講的 但看到是現在李尚福啊他就被免職之後 現在這個防長是懸缺的狀態 所以這次呢就是由這位中共中央軍委的副主席 張又翔來代表中方來發表演說談話 算是個代表人物了 那除此之外看到是這一位就是也被點名到說 可能會是未來新防長的這個共軍的參謀長劉正麗 他有出席跟張又翔一起來迎接外賓的到來 所以目前這兩個人的現身是外界比較關注的一個話題之一啦 那我們看到是這次的論壇呢是聚焦在一些國際的議題 這包含是美中的防長 美俄的防長是共同出席同一場活動 就是在俄乌戰爭之後第一次有這樣的情形 那除此之外是中美之間的軍事的對話之外 還有就是台海的問題以及呢中東的局勢 尾巴衝突跟俄乌戰爭都是這次他們論壇會討論焦點話題 那就來看到是其實呢這整個氛圍啊 就是中俄非常的八滴八滴友好的情形 因為你看到這張照片就是在準備期間的時候呢 在這個第一排的沙發就是正中央 就擺出是中俄的國企擺在一起了 然後呢開幕之後是由這個張又翔親自陪同俄羅斯的防長 燒一股進到會場內的 那美國的單位美國代表呢沒看到人 就是被放在比較後面的位子去了啦 所以整個分子是中美啊中俄友好 然後來共同罵美國把這戰爭風險擴散出來 對沒有錯當然這個國際上的互動 大家會特別關注 我們在今天非常謝謝韻文 來加入我們一起來做精疲的解說 謝謝韻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說到這個香山會談喔 當然剛剛韻文告訴我們了 這個中俄關係兩國真的是可以用麻吉麻吉來形容 但是他們在這個會議上也暗批美國擴散戰爭 同時呢也說對談問題毫不手軟 香山論壇開幕式前 俄羅斯防長蕭伊古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提前在會場外碰面 兩人不但握手還熱情擁抱 接著一起肩並肩步入會場 大陸官方宣稱超過50個國家國防部長等級的官員出席香山論壇 不過坐在第一排中間的嘉賓 到開幕式最後一刻才揭曉來的是俄羅斯防長蕭伊古 中俄軍方在鏡頭前展現鐵打般的兄弟情誼 開幕式後蕭伊古還在第一次全體會議發表演說提到 中俄國家間關係模式堪稱典範 並重申俄羅斯國土遭核打擊或面臨存亡威脅時才會使用核武 但這時候出席論壇的美國國防部首席主任卡萊斯已經離席 在開幕式上卡萊斯也極為低調 婉拒台美訪問 無論誰想把台灣任何情勢從中國分裂 中國絕對 中國軍隊都絕不阿力 絕不受人 當著美國和國際軍事代表 大陸軍方重申對台問題的強硬立場 同時提到大陸官方多次指控美方的冷戰思維和霸權主義不得人心 卡萊斯座位沒有安排在部長級的沙發區沒機會和蕭伊谷互動 俄烏戰爭後美俄軍方首次同台 但在媒體鏡頭前看不到絲毫互動 TVBS新聞程序林秉珍北京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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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